經過兩個多月的廝殺 2010年 東森新文王得主終於產生 不要抖到最後這一關卡 真的非常不容易 因為今年有來自全美國 將近500位的試唱者 來角逐寶座 只是前十強當年的表現 就連評審說 好像有的人真的是超級可惜 2010年東森新文王的冠軍 正式出爐 在盆滿彩帶的舞台上 10位參賽者 都向第一名的Vincent 擁抱祝賀 評審老師對Vincent 激進完美的表現一致贊同 不過卻對一些 之前廣輩看好的選手 意外落馬感到很可惜 那有沒有誰會讓你覺得 有點失望 我覺得這個Matthew 我覺得他應該是還滿穩的 他也很自然 我想他還有機會 他還年輕他還有機會 他再加上非常我很自然 只有14歲 比賽嗓音高亢清澈的Sharon 賽前呼聲一直很高 在家中閉關苦練後的民族主曲 在舞台上的表現卻不理想 Sharon has an amazing instrument but I don't know what she decided to play the air who and do a very traditional song in the beginning and you know you have to make better song choices you know because she could have featured herself a little bit better 還滿傷心的啦 來自我走 下集前 下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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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得知 小役 中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